各位好,我们来看范例2 虽然标题是角动量 但其实它整个过程是算立举 小飞想要在墙上挂一幅画 想要他把一个重量w的均匀梯子 靠在墙与地上 梯子与墙面角角θ如右图 墙面是光滑而且梯子呈现镜子 那以梯子与地面接触点为支点 那请问第一小题要问的是 地面对梯子作用力的方向 那第一小题用到的概念是这样的 可以参考我们尽力平衡的影片 或是我们复习一下 不平行的三个力 如果合力举为0 也就是不改变转动状态 不越转越快也不越转越慢 或是说维持静止不动 有三个力 如果它不是平行 然后它们三个力都作用在同一个物体 那如果说这个物体 它维持静止状态的话 那就会有一个结果叫做三个力必供点 会交它的延伸线 三个力的延伸线 一定会交于同一点 这个是它的特性 什么意思呢 今天它有受到一股重力 MG或是W W 然后受到墙壁给的正向力 那今天墙壁是光滑 墙壁是光滑 所以它的摩擦力是0 那就只有挤压 互相挤压的正向力 所以这个是 它的正向力 那地面还有给一个力 那因为它今天是合力举为0 运用我们刚刚复习的 不平行的三个力 如果作用在同一个物体上 然后这个物体并没有转 那这三个力一定会共点 也就是说 第三个力一定会在这一条线上 第三个力一定在这条线上 因为如果你以这个交点为支点 那这三个力都会通过支点 就不造成力举 所以 这个情况呢 就会是合力举为0 所以第一小题的答案 就是画出这个F 画出这个绿色的F 我们写一下 就是绿色的箭头 好 那再也就要分析第二小题和第三小题了 那怎么分析呢 我们可以 把它用直角坐标分解 因为今天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角度嘛 特殊的角度就是说 30度60度啊 45度 它今天并没有 所以我们用直角坐标分解 我们去千直轴为Y轴 水平轴为X轴 那唯一要分解的 唯一斜斜的方向的力 只有这个绿色的向量 绿色的向量如果分解之后 它可以分解成 假如说 绿色向量叫做F 那我们把它分解成Y方向的F 那我们把它分解成Y方向的F 跟X方向的F 这称为FY和FX 好 FX要画左边一点 那我们把这个W移过来 那首先呢 我们先以地面的接触点为支点 题目也这样要求 那首先呢 是计算合力举为0 好 那么 想象一下 以它为支点 画 那这个N会造成一个顺时针的力矩 还是逆时针的力矩 它会想要 让这个T值往顺时针转 还是逆时针转 应该是顺时针 那力矩就是力乘上力壁 那力壁怎么画 我们把力做延伸 把力做延伸 然后从支点 画千锤线 画千锤线 这一段 就是我们的力壁 所以那一段力壁其实就是 L的cosθ 就相当于这段Lcosθ 所以我们的合力矩 这个符号叫力矩 合力矩为0 那我们就可以写说 正向力造成的力矩的大小 就要跟重力造成的力矩大小一样 一样以这个点为支点 然后重力对于这个T值 对于这个T值 会想要让它逆时针转来顺时针 应该是逆时针 那它的力壁是哪一段 它的力壁是力延伸线 力延伸之后 从参考点画垂直线 这一段就是它的力壁 圈起来的 那一段的话刚好是一半的L 一半的L 然后呢 再乘上sci 所以另外一个力矩 就是重力乘上2分之L 那我们刚刚只有用讲的 这时候我们把它写出来 所以第一个是N 乘上力壁L sci 然后它的大小 顺时针力矩就要等于逆时针的 W就是重量 因为它是均匀的 均匀的物体 所以它的重量可以视为 就是视为重在它的重心 或直心 就是它的对称中心 那 重力然后去乘上2分之L的sci 所以这样的结果呢 也就可以把N算出来 N就会是2分之W的tg 这就是第2小题 这就是第2小题 那第3小题呢 T值的重量造成的力矩 T值的重量造成的力矩 就是要用 T值造成的力矩 T值造成的力矩 其实就是 就是这一个 所以其实这一题已经结束了 但是它的范例 好像还有延伸 就是它的马上底下的练习 我们先写一下 这个是第2小题的答案 上面这一个 上面这一个是第1小题的答案 因为它都只有要用NLθ表示 WLθ表示嘛 第1小题 第2小题就是 写错了 第2小题和第3小题才对 第2小题的答案 还有第3小题的答案 第2小题是要用NLθ表示嘛 表示这个正向力造成的力矩 然后 T值的重量造成的力矩 就是这样 用WLθ表示 那马上练习的底下的练习题 它就有请我们去算出 P值的作用力 用重量和角度来表示 就是这样子 那马上练习应该还有 剩下的题目 那我们来补充一下 补充 求地面对K值的作用力 好那这要怎么做呢 合力为0 合力 Sigma就是加轴 合力为0 那刚刚这个分解 XY方向就用得上 向水平 向右向左的力要抵消 它才会禁止 所以向右的N和向左的F的 X分量 这两个要一样大 这两个要一样大 FX的加轴 是0 然后Y轴的各个力 加轴也是0 那我们可以为了不要搞混 我们把这个蓝色的F 写成小F好了 就跟我们的合力做个区分嘛 不然同学可能会以为 刚刚的这边写的F 就是这个 并不是啦 这个是合力 X方向的合力 这个是梯子对 对于地板对梯子的水平作用力 好那 X方向的合力就是 N向右 它的大小 就要点F 所以就会等于 2分之W Pengen Theta 然后 Y方向呢 Y方向就是向上的 FY 我这里又写错 这里其实是 小F 小F 现在回到Y的 向上的FY 它的大小 一样也要等于重量 对不对 就是向上的 跟向下的要抵消 还没有别的力 没有了 向上的等于向下的 向右的等于 向右的等于向左的 这样才会合力为0 所以最后呢 索求 F 就会 绿色的那个 F 就会等于 开根号 Fx 平方 加Fy 的平方 所以最后会等于 W 提出来 然后 1 再加 四分之一 t 平方 θ 这个就是 补充 谢谢